各位漫迷朋友好 今天是我Kenny, 雷文 今天是人日, 先跟大家說一聲 生日快樂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支持雷文的頻道 如果想快點播放 手機上右上角有三點 按一按可以調1.5倍、1.7倍 可以快點聽完這條片 對雷文的行動支持 可以省時間聽完 另外有廣告 可以點擊、點擊、點擊 讓他播放一會 了解一下產品有沒有吸引力 又可以對雷文的頻道曲線支持 另外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可以跟雷文領事前Live 分享一下馬經 希望各位 合家平安 最重要 還財就手 今天是人日 馬會 可能 21日 補回生日禮物給大家 各位去領禮物 這群是衷心祝福 各位 提到21日 都是大賽日 有很多馬 而實力都很平均 尤其是大賽那幾場 有很多馬 都很平均 都很平均 所以選一場次都不太容易 大賽日 究竟 看就是好看 好不好玩呢 就要想想 但都要去選馬 都要去做一下功課 說到第五場 四班千四米 這場馬 相信有幾隻馬 都令人很觸目 好像那些 進益線 帳俠 甚至乎 那隻 轉了倉的 春風得意 尤其是那兩三隻 質身東西 相信都很夜飛 但是都要去講 這場馬 有很多 要是有王牌 要是有後備保護權 很想來跑這一場馬 看看那些馬 先講那隻前進 這隻前進 10月8日 這隻馬已經拿過兩回合 其實第六 跑第六那場都不是差的 有些事 10月8日 有兩個被光 流鼻血 流血還是流鼻血 我先看清楚 兩個被孔流血 神操之後 11月9日 才正式復貨 操了三個月 試了三貨集 重化那貨 我沒有看 800米集 沒什麼參考價值 然後 呂騎斯 試了一貨 沙田直路集 出集被人撞一撞 好像 接著 沒段 也有些 但是那貨集 就OK 因為 不是他的路程 他試一千 接著 潘明輝 再試一貨 試多一貨 我覺得 那集 試得不錯 沒段 也有些追勢 我覺得那貨集是好的 然後 那隻 那隻 鋼鐵福星 上次跑1200 就被人阻 有少少阻 今天 就過來跑1400 這隻 鋼鐵福星 上場有些被人阻 即是 官世界 那場選了官世界 那隻官世界 再出都入到Q 被人頂了外面 但是 初過來跑1400 何明年 幫他試了貨集 那貨集的時間 挺快的 他走過那貨集 走回來 我覺得是好的 不過我初跑1400 獨角寶寶 重化 試了一貨集 接著 再試一貨直路集 又不是他路程 試直路 但是他有走勢 沒段 有追上來 不過是撿過12檔 既然都這麼複雜 先講那些比較主要的問題 初跑1400的馬 有5號的金將非凡 6號的跑得寶寶 7號的鋼鐵福星 和這隻上場產進來的新威王 這四隻是初跑1400 講過人馬合拍馬 1號的前進人馬合拍 2號的將合人馬合拍 3號的進益線 12號的深愛 以及14號的醒目再臨 如果你計第五名都可以的話 春風得意也是 看看各位算不算 始終都是算派彩名次 有五隻的 如果換了配備又穩定的 1號的前進 2號的將合 3號的進益線 10號的深愛 和13號的 春風得意 符合這兩個條件 包括有1號、2號、3號 12號、13號 跑第五 田泰安 看碼都是選我自己這隻 由季初跟大家說 長線投資 最終就報仇回來了 套了兩場眼罩之後 有一場守著位置 衝回來 那場就贏影內難 涉著贏了那隻真勝者 真勝者上班加程都OK 後面的瘋狂快樂 心愛 歡樂小子都不錯 那一天 不用留得那麼厚 因為是檔位問題 對手是可以的 再看上一場 是和帳合 但是當日 撿了個十四檔 帳合是貼著內欄 接著 進益線出閘 內欄 最後追上來很厲害 同場有春風得意 這兩隻 閃耀中華這兩隻馬 看看他沒段怎樣追上來 很慘 撿了個十幾檔 如果不是就贏了 沒有得開邊 這隻就是進益線 帳合 在一個不是很快的步速 是拿了一點點好處 晨早就斷了過來 不過後來他也是給一些馬 清回去 進益線就是大讓賽 閃耀中華就在這裏 其實這個步速不屬於快 閃耀中華就沒什麼賺 沒什麼蝕 這個步速不快 這隻當然是蝕 進益線 春風得意也蝕 在這裏 所以這兩隻我都立了 今場 第二段21秒6 都是慢一點點 不是慢得很恐怖 兩段加起來都是慢的 春風得意 一上千四 那隻進益線 放棄了頭段 只是沒斷衝一段 閃耀中華也有些被人阻挾不到 紅毛那隻 春風得意在這裏 不斷看後面 一人間就能阻挾到人 那隻進益線 這裏撻下去 你看看 橡核的腳法都幾凶狠 這裏不斷有力的彈上來 那隻創高峰就沒有了 真是均速一點 這裏撻開了 但是那隻進益線 就好像沒什麼可能的位置 頭側側側側側側側 這樣衝上來 春風得意 中華也挺厲害的 那一場馬 那隻副泉大師 跑不到進來 都無話可說 你遇到那些後勁那麼厲害的馬 包括進益線 春風得意 再看多一次 那隻春風得意 在這裏都很麻煩 進益線在這裏 他已經在這裏 撞到那隻禁壁科 田坦桿在左邊 這一隻衝到很麻煩 他就不斷看 看東西再看 那裏面那隻就衝了 這一隻又撒上來 閃耀中華剛才也沒什麼位置出的 這一隻頭側側側 這一隻在外面也打得很厲害 但是他沒什麼開邊的 只是推 如果你計算 今天這隻進益線 由十四檔 是不是十四檔 撿回去四檔 但是帳合的檔都是漂亮的 純粹是講鬥進度的 其實 騎法上的少少偏差 或者進度上 大家有少少偏差的話 可能賽果又不一樣 如果你計算檔位上 和上場的走勢上 我當然是先選擇一隻三 我先選擇三號的進益線 第二隻 你都不敢扔的帳盒 你看到他剛才那些腳 雖然說賺了 但是你不知道他進步多少 也要用這隻 第三隻 我又要用這隻 春風得意 上次有十二檔 今天有八檔 這隻馬轉了丁冠豪 第一場和大家看市集 在這文事前 拉進去 但是再上一場 第一場 他在1200 雖然說有左 但是他就算不左 我看他也沒有多少 但是上場 拉回到1400 那麼多 卡里卡拉之下 步速又沒有什麼好處 他都衝得這麼厲害 我覺得這隻馬 真的有少少進步 這些馬 還要用這隻春風得意 第四隻 其實有很多馬 尤其是有很多 有些千二 好像東方樊 我追開 上次他跑千二 我看到他這樣 其實我覺得不太適合這隻馬 但是他始終沒有1400 的賽職 今天又撿了一檔 真的很難 有些想搏這隻馬 但是我就想想想 總之 既然三隻 我相信應該都不太有賠率 那我就搏一隻爛門 即是冰痕險雀 十當就十當 我搏 潘先生這隻金像非凡 如果你覺得 我自己看過他上場 他會追很多 但是十當這隻馬 會怎麼跑呢 我真是很難猜他會怎麼跑 但是我看他上場 真的追得挺厲害的 但是你有初跑千四 其實雷文很少選初跑千四的馬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應該都可以試一試 去跟著先 看看行不行 如果他撿內蕩 就會好很多 但是撿十當 可不可以搏得過呢 都是 要是選心愛 要是選他 要是選東方繁華 要是聰穆在林 其實都幾多 我選擇一下這隻 因為我上次見到他出閘 不斷在剷他大包尾 後來都追幾多 我覺得他應該跟不到報速 但是呢 今天夾跑千四 如果檔位好些 就理想些 但是呢 可能因為這樣 是有賠率 其實就 如果講個人心水 選這些馬 很笨 撿個十當 但是呢 我覺得 我個人投注 我會搏一下這一隻 我自己講我的心水 你們如果不喜歡的 例如醒目再臨 心愛 心愛 就算快報速 就在後面 就算他慢報速 也可以跟回前 都幾激動 不過又是撿了大外檔 我先講四隻馬 跟大家參考一下 有什麼 在民事前Live 其實前進都可以選擇 但如果我選那幾隻 就完全沒有分頭了 我選了3號的進益線 2號的帳俠 各位呢 希望可以繼續去支持這民頻道 那些片 可以更快播放一些 又可以聽完分析 亦都可以聽完整條片 又可以省些時間 看到有廣告的 拍案檔點擊進去 看看廣告有沒有吸引力 對這民頻道的曲線支持 在這裏插播一下 希望各位加入小特 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在會員場次 這民事前Live 跟大家分享一下馬驚 3號的進益線 2號的帳俠 13號的春風得意 第四隻 就搏一下冷門5號的金帳非凡 就是這民個人心嘴 希望各位贏多些 跟大家說聲生日快樂